對我來說 All Days其實是一個可以創造很多機會 然後讓大家可以靠自己一步一步努力完成夢想的地方 賣場訓練室的工作內容的話是 最一開始要先幫新入社的新人上兩天的課程 就包含服裝儀容 工作守則 公司的理念 整個從他接待客人到客人買完眼鏡 送走客人的整個流程 只要在店鋪裡面賣場相關的 都跟賣場訓練室有關係 因為這個跟我之前在外廠公司的時候的工作內容有經驗有相關 就是我覺得之前也是要帶新人 然後覺得帶新人來讓他們比較快可以進入工作的狀態 跟流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整個公司也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剛進來的時候可能會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可以讓他們前兩天進來 到甚至一個禮拜 一個月 三個月的時候 可以慢慢的就是對自己越來越有信心 不會說就是一進來很緊張 不知道要怎麼買 可能像我自己剛進來的時候 我不是本科系的 就是也沒有配過眼鏡嘛 所以對於很多東西或者是專業名詞其實我都不懂 所以有一些人如果跟我一樣 他是不是本科系進來的 可能要學很多東西 一開始會有點緊張 壓力有點大 所以我就會跟他說 其實我一開始也跟你一樣 我很多東西我都聽不懂 可是到後來慢慢就是 到客人你拿給他是戴眼鏡 可能馬上就可以把它挑好 他馬上就可以去驗度數這種情況 有些客人都會直接稱讚 你說你真的很會挑耶 這個時候就是剛開始就會很有成就感 從一開始人家不想戴你拿的眼鏡 到就是他覺得你很會挑這樣子 其實是蠻好玩的 如果你是社會新鮮人的話 很歡迎你的加入 因為你來了之後會發現 有很多沒有學過的事情 也許是學校也沒有教過的事情 可以在這邊學到 那如果你是已經在社會上工作了幾年 打滾了幾年的人 更歡迎你加入On Days 因為你就會知道 來了之後會發現 這邊跟其他的公司很不一樣的地方 不管你是不是本科系的人 在這裡都可以獲得到很多 aro痛